12月19日 影帝刘青云 及蔡卓妍 林峰等一众台前幕后 在湾仔出席电影 《神探大战》的《傻科宴》 这是刘青云和维家辉导演 再次合作的新戏 维导大赞对方的演技 比以前越发成熟厉害 这令青云备受鼓舞 校园找回了久违的状态 但要说一点压力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这次跟以前更不同 就是这次我导演 就是用很多动作 来包装整个电影 不单纯是查案 我们每一场戏都有一个 有一个事情在里边发生 还有很大的动作 其实《神探大战》 应该是一个 很动作类型的电影 蔡卓妍对青云大哥的演技 也赞不绝口 但由于她对后辈们 十分平和而不敢有压力 反而是每一次拍摄的过程 让自己觉得压力很大 很紧张 头一个月我是 哇 我一直睡不好 而且压力很大 曾经也有怀疑过 自己是不是不会演戏 真的没有夸张 我压力太大了 提到昨日见证了好姐妹 钟心童注册成为赖太太 蔡卓妍指上次在美国婚礼 感动的哭了24小时 而今次因为有稿式专家 容祖儿在场 就显得比较轻松搞笑 那个容祖儿常常说话 他是搞事 搞事情你知不知道 他是 他讲话就是 口比脑子快 所以他常常说出来 说出来的东西都超级好笑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 今天这里上午 也不会跟御道 gang 眼光 之后 还会 相亲 几次